柯,榴贯飞京 宫殿是皇帝的居所 盆是盆船曲折,九曲十三湾 即是地方太大了 柯是很茂盛的意思 即是现在是营动得多 榴贯起的亭台榴贯 飞京飞是小鸟 甚至乎小鸟飞到那麽高 看到的时候他都害怕 即是高到那麽得人害怕 宫殿 宫殿盘什麽? 榴贯飞京 就讲了当时的帝王居所的文化 那个警网出来 不在乱串 不算乱串 但榴贯有什么关系呢? 不算乱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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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驚人警察 一只小鸟见到你都害怕 是吧? 一只小鸟见到你 一只小鸟见到你 哇,楼这麽高 他自己都害怕 是吧? 是不是? 是吧? 就是 很多時都認同美女 沉而落眼 又是害怕 你看到那個有嚇死你的人都害怕 但她的沉而落眼不是 她的沉而落眼 沒有八瓶龍死了 她的女兒拿進水裡見到她們 嘩 美女這麼漂亮 她自己都比不上碰 眼見到她們都比不上碰 但這個比較大 這個 但那個屈子 現本的意思 不是現在我們說抑鬱的屈子 它是廣道 我們看到兩隻手 是酒,喝到鸳鸯失去 喝得太多,酒气未散,变困在这里,后期身孕为抑郁 喝得太多,酒气未散,酒气未散,酒气未散 很喜欢泡沫的东西 泡沫的酒气未散,酒气未散 一个很美味的东西 这就爽了主代鸳鸯的文艺见面